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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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圣徒们 全世界及全国之教会圣徒们 之上殿圣徒们 全世界通过烟炭王礼拜的所有圣徒 各位基先地视观众 有句俗语叫青蛙忘了自己是蝌蚪的时候 欲指苦尽已去好景来 不再纪念昔日苦甚至忘却别人的恩典 这句话是对于忘记恩典或不记得以前困难的时期 因滥用现在的力量和诠释的情况等广泛使用的俗语 在信仰里也有类似现象 经过恳切祈求 蒙神恩典与赐福解脱各种难处和困境的人 后来没有过好信仰生活 而远离神 迷恋世俗 一属同理 十个患大麻风的人 当时还有多么被冷落而痛苦呢 但是遇见主他们得到了医治 十个患大麻风的人都得到了医治 其中九个人离开了 只有一个人将荣耀归于了神 我们的旨呢 主只对那一个人说能得救 以前曾在教团中说过这样的话 来到外面教会 得到医治的人都不离开 如果是都还在的话 那人数会很多 我们早已能够签到更大的圣殿了 在得到医治之前 恳切哀求说 只要得到医治就会耗得过信仰生活 但是那些人得到医治后就很快离开教会 看到很多人呢 没过几个月就离开教会 在得到医治之前是那么的哀求 只要得到医治就会去传道 在神面前忠诚 但是得到医治后 立刻背弃那恩典远离神 与世俗为佑 那么也许有人会疑惑 难道神不知道那些人会离开而去祝福的吗 当然神知晓一切 所以神念着此爱 愿意先赐我们灵魂新圣的恩典 后赐凡事新圣的福分 那才是真正的祝福 但是灵界也有公义的法则 只要按照这法则而行 就会按照那法则赐予因允 当然即使还没有到灵魂新圣的地步 只要按自己信心的程度 进行竭力栽种并祈求 神必按公义报答他 不仅次灵魂新圣的祝福 同时也照他因信所在众所行的 是他相应的收成 如果对于所有的人实行灵魂新圣 才得凡事新圣的原则 能有几个人配神 应允和赐福呢 因此神在公义的法则中 按照个人的信心的大小 赐予相应的应允和祝福 关键是蒙了应允和赐福后 持定怎样的信仰态度 按照活出怎样的信仰 或使所蒙的福分生化为更完美的果实 或把所蒙的福分上失 也就是说根据各自选择什么样的信仰道路 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若是继续走灵魂新圣的祝福之路 就会在神的保守中得到更大的祝福 相反若是重新向往世界 就会陷入比以前更不好的状态 因此从神那里得到祝福后的行为 才是重要的 如何使用所得到的祝福也是重要的 但有时在教会中 也有错误的使用神赐予的祝福的情况 无论哪个教会 只要因前祷告 为神效忠 神必赐福使教会发展兴旺 之才方圣 圣徒也会得到相应的祝福 这样一来 教会和圣徒在世上 也拥有财富 名誉和权势的情况 很多富有的有权势的双徒 聚集在一个教会的话 就会成为四人熟知的教会 但是问题是 当教会获得财富 名誉和权势的时候 因这些与世妥协 教会虽然不能求得财富 名誉和权势 也不能贪图拥有它 但即使拥有了这些 它也应该只为神的国和灵魂使用 更加谦卑地服侍这边的人 成为世上的光和盐 为神的荣耀而努力 但是当某些教会 在获得财富名誉和权势的时候 为了获得更多的东西 往往会与世界妥协 对于如何多拯救一个灵魂 人怎样兴旺神的国默不关心 更加关注如何得到世上的认可 如何才能拥有力量和权势 而妥协是属风潮 复合名流权贵 当然这不是说 要对那些有名有事的人 采取排斥态度 以基督的爱去关爱他们 在主里面彼此交谈 在这信心助长灵命 使神的荣耀借着他们显出来 这是一件加美的事 问题是有些教会 不是出于这种纯正的信仰动机 而亦在欺负全世 就连财富求得虚名 甘心于事为佑 今天主题经文中说 如温水不冷也不热 这话语里蕴含着主对这样的教会的责备 圣徒们 信仰如温水般的话语里 所蕴含的既重要又根本的意义 就是叫他两只船的信仰 简单地说 叫他两只船 根据情况 随着自己的利益 选择更好的方面 希望在今天正道的时候 寻查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 神的话语明确地在警告这样的信仰 欧安一书二章十五节记载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富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许多人听了这些话 他明知道也不顺从 爱是世界 当患上了重病 或者是事业上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才来悔改 那时候会感觉那是有点来迟了 因为无论是从世上的医学角度上来看 是被宣判死刑的情况很多 如果找一点悔改就好了 但大部分情况不是那样 说是有信仰 有信心 又爱上世界 神的爱不在其中 怎么能得到保守呢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记载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物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清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在这里马门不只是意味着物质 也象征做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因此不能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 同时呢还爱神 是奉神 有些人觉得这样 脚踏两只船过信仰生活 是智慧 但这绝不是智慧 而是愚蠢 神对于拥有这般信仰的人说 要从口中把它吐出去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 拥有不冷不热的温水般的信仰的人 不能省察自己的信仰 也不能领悟自己的错误 为什么会那样呢? 其原因在十七节里面记载 你说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赤身的 干脆领悟 并承认自己的不足 在神面前哀求的话 还会得到悔改的机会 但是持有温水般信仰的人 认为自己富足 所以领悟不了自己的不足 因此说 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根本不为了得到变化而努力 那么如这样的人所说的一样 他真的是一样都不缺的不足之人吗? 富足之人吗? 即便在蜀肉方面呢 是一样都不缺 在蜀灵方面 灵魂时常感到困苦 得不到充满 也得不到蜀灵的力量 即使圣灵叹息 叹息经常敲打心门 但是因不祷告 所以不能与圣灵交通 连圣灵的叹息声也听不到 这样的人在灵里困苦 即使肉体上富足有余 如果长此以往 必尚余 必至于丧失救恩的地步 于是主称他们是可怜的 主称他们是可怜的 是因为他们在灵里是贫穷的人 在这地上属肉的富足 终究会腐朽是虚无的 因此即便在这地上享受富足的生活 那也不能说是真正的富足 我要把奖赏 集赚在不朽坏的天上的人 才是真正富足的人 在信仰上不冷不热的人 不愿忠心侍奉神 他爱钱财 令于栽种 没有积攒奖赏在天上 所以即使忠德悔改 勉强得救进了天国 也没有什么可得的赏赐 从灵力来看 他们是贫穷的 信仰上不冷不热的人 如瞎眼的人 不懂只有属灵之人 才知道的属灵的世界 乃是属灵的瞎子 他们听到 也没有灵力的领悟 不懂灵界的奥秘 只顾眼前的现实 不晓得指望天上的荣耀 相反 开启灵眼看到属灵世界的人 或是开启了 对属灵话语的灵眼 在灵里领悟话语的人 对来世有确切的盼望 所以绝不会过不冷不热的 温水的信仰生活 会通过话语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 脱去黑暗 走向光明 并且为了在天上 记转奖赏 热心尽忠 侍奉 为神的国在中 灵里的瞎子 正如马太福音 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记载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寥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不能发现自己的黑暗 所以依然住在黑暗中 因为没有穿上圣徒当穿的公义的衣裳 故称之为赤身的 因为没有穿上公义的衣裳 衣裳是指人的心 公义的衣裳指割理内心心理成就了意 再说一遍 衣裳指人的心 公义的衣裳指割理内心心理成就了意 信仰上不冷不热的人 不做心理的割理 不遵行神的话语 心理满有罪恶 依然行在黑暗里 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他们形同露出赤身的羞耻 不是人在表面上穿着华丽的衣裳就是真正的美丽 在神看来不做心理的割理 仍旧怀插罪恶度日的人 并是露出赤身羞耻的人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只在乎肉体外在的美 而要穿上能体现心灵美的公义的衣裳 在启示录19章8节记载 在马太福音22章10到14节记载 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陆上 凡遇见的 无论善恶都招聚了来 沿袭上就做满了客 王进来观看宾客 在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 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人无言可答 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 捆起他的手脚来 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因为被罩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 在毫无黑暗的天国 人们将得穿洁白的细麻衣 经上说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凡进天国的 都是脱去属世的污秽的衣裳 得穿荣美的礼服 公义的衣裳的人 若想成为美丽的心腹 欢喜迎接新郎主义苏 勿要因勤做成心腹装扮 穿上圣洁的礼服 为此应当从困苦可怜贫穷 瞎眼赤身的不冷不热的信仰状态中 数数回转 主对持有温水般想的人 在启示录 三章十八节说 我劝你 向我买火链的金纸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 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不要听了今天的证 到回家买眼药擦眼睛 如果按字眼解释话语 就会产生误会 这话语呢 不是让买金纸成为富足之人的话语 也不是要买白衣穿上 或者是要买眼药擦眼睛的意思 这里金纸 欲指金金般的信心 之所以将信心比作金纸 是因为金纸是最被人重视的珍宝之一 在信仰里面信心乃是宝中之宝 所以买火链的金纸叫你富足 所指的意思是叫人造就不变的信心 有了信心才能得救进天国 如马太福音9章29节记载 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 带着信心祈求的时候 放在这地上所求的才能得到应允 照你的信心成全是多么容易呢 但是还不能是 还不能照信心成全 看到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和全能 也不能照信心成全 只要照各位的信心成全 就会得到健康的祝福 物质的祝福 经常给大家说明 经常给大家说明 旧灵的信心要由神来赐给才行 靠知识上的信心是不能得到应允的 拥有属灵的信心 才能按照信心得到成全 这信心可以自己努力争取 只要照就神所愿的器皿就可以 按照神所愿各里内心 离其各样的恶事离其非真理 成就圣洁 照去充满爱与信德的心 效法主 恢复失去的神的形象 信心也会随之增大 根据信心成长的程度 会按照信心成全 有什么做不到呢 但重要的是 单单在嘴上说我信 不是真实的信心 真实的信心与行为并行 不为状态和条件所左右 这样的信心 叫做属灵的信心 是不变的信心 是不变的信心 经上将这笔作金子或金金 拥有属灵信心的人 对神一切的言语坚定不移 做出绝对的顺从 不为环境所左右 不是只相信在人的极限之内的 而是对超越人极限的 也相信到底 《猎王纪》上十八章里 以利亚先知就是拥有 如此属灵信心的典范 神指示以利亚说 他要降雨在地上 解除以色列持续三年半的 汉灾 以利亚先知信靠这一约言 上了加密山顶 屈身在地 将脸浮在两膝之中 肯切祷告 然后让仆人去向海观看 观看有没有下雨的征兆 但是仆人回答说 没有什么 天上没有一片乌云 没有下雨 已经有三年半了 以利亚先知就再次向神祈求 又拆遣仆人去看 就这样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仆人的回答都是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 换作是各位会怎么做呢 神说 会降雨在地上 神知之话 与祷告了六次 也没有降雨的征兆 甚至连巴掌大的云都没有 但是以利亚先知在这样的情况下 又做了第七次的祷告 让仆人再去观看 第七次 仆人说 我看见有一片小云 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 不过如人手那样大 下时间 天因风云黑暗 降下大雨 圣徒们 以利亚 直到最终 庆靠神言 七是完全的树木 经七次祷告 蒙神成全 意味着一心不变 恒求到底 终蒙英语 终舍第七次恳求 仍无效宴 神人 以利亚 是必仍凭信 恒行恳求 直至蒙允显映 以利亚 对神一次指示她的约言 恒行到底 绝对顺从 这就是真正的信心 不是祷告几次就放弃 或者是依靠世界 而是直到得到英勇为止呢 看起来祷告 在神面前祈求的 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圣经是这样的记录 是让凭信心 相信自己祈求的 已经得到的应允 因此呢 没有理由 中途灰心放弃 要成为那样的诚心 与充足的信心 在那信心面前 神必定会赐予应允 这就是精金般的信心 属灵的信心 这种信心不是白得的 好比精金经过火炼提成 信心通过熬炼的过程 才能造就为精金般的信心 唯有经历 多种失灵和患难 凭信得胜 做切剧的功夫到驴秀的地步 为尊心神道付出劳碌 忍耐和节制的代价 才能拥有精金般的信心 在世上 要买昂味的东西呢 就要支付相应的代价 灵力也同样 精金般的信心 是只有通过牺牲和忍耐 努力的过程 才能拥有 如同以利亚先知 直到得到应允为止 通过了忍耐的时间一样 当大家在熬炼中 已洗了感恩的心 通过忍耐的时间时 信心才会逐渐成长 最终 梦拥有如金金般的 完全的属灵的信心 其次说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这里白衣 指圣徒圣洁的行为 圣洁的行为 圣洁的行为 又是由圣洁的心灵发出的 正如马太福音十二章 三十四节后半节说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人的心灵决定 人的言行 外表圣洁 内心不觉的假冒伪善的人 瞒不住 查看人肺腑心肠的神 其隐藏的恶 要曝露无遗 穿上白衣 表示除去心中一切黑暗属性 用真理造就洁白的心灵 也就是说 借着真道将黑心 改造为白心 这样就可以穿上 公义的衣裳免去赤身露铁的羞耻 今世的人们不知自己是赤身露铁的 情同受累甚至不如受累 却不以为耻 罪无满心 行在黑暗中 却不知其罪在何处 误会满心 行在黑暗中 失去神的形象 上世人的本分 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这就是赤身的羞耻 虚称信神却在黑暗中行 不能成为不知自己赤身羞耻的愚拙的人 这样的人 不能对对照神的坏发现自己的羞耻 是属灵的虾子 主对这样的人说 买眼药 擦你的眼睛 这是在说要开启属灵之眼 大家凭着信心 遵照神言生活 就会逐渐听到上人的声音 明白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罪恶 产生属灵的分辨力 这就是开启灵眼 并不是一定要打开灵眼看到属灵世界 而是要知道有那样打开灵眼的人 还有这样打开灵眼的人 并不是说看到天使才是打开了灵眼 再说一遍 大家凭着信心 遵照神言生活 就会逐渐听到圣灵的声音 明白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罪恶 上上属灵的分辨力 这就是开启灵眼 因此开启灵眼有两种 有的人即便有信心 也不能看到异象 信心好也有看不到的人 那么看到灵界的人就都成圣了吗 不是的 是神赐予恩典才能看见 并不是成为圣洁而打开灵眼的 即便是圣洁之人 也有不能看到的人 但也没有必要失望 是告诉大家灵眼有这两种 灵眼打开灵眼的时候 能领悟神道的经历 获得属天的盼望 而且借着到发觉自己的缺陷 并用真理更新自己的心意 灵眼开启 除了用属灵的眼睛 看见属灵世界的意义外 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 听了神的道 获出神的旨意 并按真理而行 获得更新新意的果效 开启灵眼 开启灵眼 了解神的属性 明白神旨意的人 一定是不与世俗为友 专心追求圣派 专心追求圣洁 他们借着真道 因勤刑查自己的暗昧之处 竟利用真理更新自己的心意 因此呢 在教导人的位置 若没有开启灵眼 就不能领悟神道 依然会犯罪 因为在知识上理解神道 虽然能够教导人 却依然在犯罪 所以教导人的人呢 受教的人很难在灵里更新变化 教导人 要开启灵眼 教导人的时候呢 能清楚地明白灵界 而且自己进入灵 再去教导人的时候呢 受教的人呢 就会跟谁教导的人进入灵 如果本人也没有变化 却教导人 那么受教的人呢 也不能得到变化 圣灵的做功呢 是当人 住在真理里 以温柔仍爱信德 良善 照就为灵心宣布神言的时候 圣灵就会一同做功 使对方的心火了起来 还能让人更新变化 他们住在光明中 与神的交通日渐加深 所蒙的爱也日趋加增 下一讲说明 关于老底家教会的余下内容 并再次整理 主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语 结束对七个教会的正道信息 亲爱的圣徒们 大部分人都有过在起初的爱心火热 和如火般圣灵的体验中 充满奔跑的时间 当然 现今也有以起初火热的爱心 在圣灵充满中奔跑的人 但是也有为了恢复起初的爱心的火热 为了得到圣灵的充满 最新竭力努力的人 相反也有一些人 对自己是否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是否失去圣灵的充满过的信仰生活 都不感兴趣 虽然来往教会 但对信仰生活不热心 也不想牺牲自己 也不渴慕火热充满的信仰生活 这样的人不想领受任何使命 好像担负使命 只要尽忠 自己就会吃亏一样 为神国尽忠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也不想那样做 心里想做 却没有行为随着 这就是温水般的信仰状态 如果大家遇到什么疾病和各种问题 希望大家对照坏 查验一下自己 是不是过着温水般的信仰生活 过着温水般的信仰生活的人 就会遇到疾病灾殃等各种各样的事情 虽然现在健康 但那也是一瞬间的事情 会在一瞬间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没能得到保守 没能得到神的保守 在坛上经常讲 有的人还是一字耳朵听 一字耳朵漏 之后会后悔 那样的人一定一后一后 会一周间的能够见到好几名这样的人 他们说 是自己没有过好想生活 没有遵照话语生活 没有好的手指 所以才这样这样 如果说 如果我得到医治 一定会充满到 军中奔跑 每周在台上都讲这些内容 全面也铭记在心 清呼了神言 之后得了重病 得了各种疾病 去医院也不能医治 自己也没有得到医治的信心 所以就这样来到我面前 一周当中会有好几名这样的圣徒 那样的话呢 我就很难过 见证了那么多的话语 如果凭信心领受铭记在心 悔改后好的过信仰生活 身体呢就不会变得那么糟糕 太可惜了 要正确地对照话语 正确 检查自己是不是温水般的信仰 我要做后悔的事情 如果要做呢 一定会后悔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话语是正确的 是以公义正确地进行审判 为什么失去第一次遇见神时的起初的爱心呢 人与人之间呢 曾经相爱 但失去了起初爱心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悲剧 因为爱 而结婚 后来呢又离婚 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 何况是 与我们万君之幽华神之间的爱 是起初的爱 为什么要离婢呢 为什么要断绝呢 能得到万君之幽华神的爱 得到创造主神的爱 为什么要断绝这爱呢 是怎么能行 得到起初的爱心 从那时起呢 爱心呢 就要更加升华 更加升华 对父的爱 如真言八章 李记载 爱我的我也爱他 恳其寻求我的 必寻得见 要那样 能比起初的爱心呢 更深的爱神 并且还得到那爱 那是多么好的事情呢 而且这世上的金子银子 都是属神的 要得 都会成为我的名誉权柄 就不能吃给吗 能时常得到健康 不遇到任何灾殃 还得到保守 祈求得到应允 多好呢 而且还成就圣洁 因心里没有饿 只充满喜乐 感谢平安和幸福 不论断定罪 不会与任何人有摩擦 不发血气 是多么幸福呢 有些人不是初心者 是长老却是 却连一个血气 都没有离弃 连一个情绪 都没有离弃 这样的人呢 希望反省一下自己 最近过了十年的信仰生活 过了二十年的信仰生活 有些人呢是母胎信仰 却连一个小小的信仰 却连一个小小的血气 都没有离弃 情绪都不能控制 说什么呢就感到委屈 如果还是这样的心 那么就能够知道 之间为止过的信仰生活 是多么虚度的岁月 是虚度的岁月 若是温水般的信仰 希望能立刻悔改归正 失去起初的爱心 失去起初所行的 失去圣灵充满 都是不可以的 更大的问题是 失去了这些也不想恢复 不想努力的温水般的信仰 状态 温水般的信仰里面的因素呢 是因为爱世界 不愿意断绝世界 所以才依然过温水般的信仰 明明知道不应该这样 因为经常听到 知道要离弃爱世界的心 但是不愿意离弃 所以不想反省 不愿意 依然呢 在过温水般的信仰生活 但是呢 希望能够铭记 有天国和地狱 也有审判 如果那样一天天的生活 不知何时 会落入撒旦所下的圈套 神不保守 谁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也不知道明天的事情 但是呢 大家要成为 能够知道明天之事的人 因为大家爱神 在真理 神道中 在光明中 所以知道明天的事 知道我们的父神会保守看顾 与我同在 因此希望各位能一如既往的正常 因神的恩典而充满喜悦 感恩和感动的瞬间 或许忘了那瞬间呢 希望能够好的 能早日恢复 绝对不能在神面前 成为温水般的信仰 要成为火热的信仰 更加爱神和忠诚的信仰 应该成为这样的信仰 直到主再来接我们的那日为止 持续下去 因而成为 得蒙神的爱和保障的各位 奉主的名 祝愿大家 接受患者祷告 把手放在疼痛之处 放在软弱之处 为了成就心愿 凭信心 接受祷告 祝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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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利亚全能 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 亲自按手 在所有接受祷告的 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 中央在 七星电视观众上 通过云台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 支教会之圣典 以及全世界的 神儿女们之上 祝他们从心里 相信的信心 取走他们 一切否定的意念和 疑惑的事理 并取走一切事 探和患难 求福用盛量的火 原本的光 焚烧 并医治他们 从头到脚 五丈六腹 每根骨骑 全身神经组织 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 名次责 仇敌魔鬼 撒旦 以及疾病 病菌 软弱都退去 光岸进入吧 求福用圣灵的火 将所有丸症 绝症 焚烧净进 击退虐急 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栓痛 流感 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均不能进入 求福保守 求福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 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腹科病 皮肤病 甲状性疾病 以及所有癌症 也得到痊愈 求福使小儿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 肩盘 突出症 也得到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 都消失 癫症 自闭症 抑郁症 躁愈症 精神 摘弱 等一切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麻痹 瘫痪得得以释放 探测要起来 行走 跳跃 模糊的视力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对耳朵 要听得清楚 家只要看见龙 只要听见 牙马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 后遗症得以解禁 不知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 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法囚做工 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 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中毒 也得以解禁 以死的神经细胞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当怀胎的 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光耶稣基督的名命 连仇敌魔 尾撒旦空中掌权的 众恶魔都退去 他的众使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 无悔的灵虚黄诡诈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声 黑暗退去吧 光啊进入吧 祝福神赐予您儿里们 呼求倒落的能力 离弃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里们一周间 从各种事故 灾阳中得蒙保守 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天兵天使 煮火焰般的眼目 抗顾保守所有神儿 你们的家庭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名则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里们或吃货 和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路过忙活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 得到了英语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给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